今年以来在全球经贸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中国一系列稳外贸举措效应持续的显现 中国不断的优化外贸结构和营商环境 企业创新挖钱多元化市场 中国外贸结构持续进一步优化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动力强底气足 海关总数数据 今年前七个月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41万亿元 同比增长4.2% 其中出口9.48万亿元增长6.7% 进口7.93万亿元增长1.3% 观察数据 中国外贸体质优化 深耕扩面等亮点凸显 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 我国经济展现出很强的韧性和底气 今年前七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底气和优势 首先来自于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减政放权 减税降费和扩大对外开放新举措纷纷落地 完善财税政策 加快发展跨境电商 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诸多方面 利好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与25个部委的信息共享 业务覆盖了全国所有口岸 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的加快出台和落地 能让企业更好更早地享受到相关的便利和实惠 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抵抗能力 提高他们的应对能力 降低企业的压力 提高他们的信心 我想这对稳外贸来说 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除了国家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逐步见效 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企业也在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 创新发展动能不断积聚 从而推动了外贸高质量发展 海关统计显示 今年前几个月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5.5万亿元 增长6.1% 其中部分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 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 如平板电脑增长16.3% 金属加工机床出口增长21.3% 今年以来 产业电厂附加值高的一般贸易占比提升 进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外贸发展动能不断积聚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贸 稳中体制 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还得益于更加多元的贸易伙伴 今年以来 中国积极开拓新市场 优化全球市场布局 多元化市场 推动中国外贸朋友圈日益扩大 贸易伙伴方面 欧盟 东盟和美国仍位列前三 和欧盟和东盟的贸易总值增长 都在11%左右 而对美国则下降了8.1%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5.03万亿元 增长10.2% 占中国外贸总值的28.9% 前七个月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 持续释放 贸易增速高出同期我国外贸总体增速6个百分点 外贸进出口更去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的格局的建立 那么真正起到了对外贸 这种重要的支撑作用 那么是外贸发展了新的动力 目前一系列稳外贸细化措施正酝酿推出 包括修订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 拓展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技术设备 进口多元化渠道 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 以及尽快推出第三批进口贸易示范区等 匝贸易增速者本身录法 拓展关键零部件